參加導遊考試前 快篩陽性朋友勸他別通報 不然別想考了 確診後果真一語成成 主責的考選部是 這個回應確診考生 聽傻了一年來的準備 全白費 我就直接寫了部長信箱 那我寫的時候 差不多是早上的10點 你確診了 還是什麼 就是什麼在家 什麼祝你身體好 什麼的 然後這邊是網址 你可以去退400塊 400塊怎麼明補 心裡的 而且根據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一是通過參加第二次前 若是為了生小孩 前面成績還能保留 但若你是第二次前 不幸確診 非但無法補考 前面成績都註銷 沒有所謂防疫配套 而且7月即將到來的高普考 預計會有10萬人參加 就怕有人冒險硬考 不通報 立委呼籲可以參考教育部 國中會考 幫居隔居檢者 另外安排考場 確診者統一擇期補考 考選部卻是這樣回應 視訊的考試跟是不是補考的部分 整體國家考試的公平性來講 目前也沒有這樣子的 可以做這樣子的規範 聽到他們的回答以後 我還是原來十個字 就說 蠻憨 不想明年重新再來 不要確診 比寒窗苦毒還重要 TVBS宣布李國鎮業風味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